昨天上午在张家口赛区国家冬季两校中心进行了残傲越野滑雪男子18公里坐姿组的比赛 中国队的郑鹏和毛中武分别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银牌 比赛全程18公里采用间隔出发 这个项目上有三位中国选手参赛 他们分别是杜天 郑鹏和毛中武 比赛开始之后 在一公里处毛中武用时最短处于领先 这位36岁的老将从事越野滑雪项目只有三年半的时间 不过他通过科学的训练 超强的意志力 成绩提升很快 另外两名中国选手也表现得可圈可点 第八位出发的杜天 此时已经超过了第四位出发的阿根廷选手 四公里十的成绩毛中武排名第一 郑鹏第二 杜天排在第三位 比赛过半时 参加过平昌冬残奥会的郑鹏 升至第一 他只领先队友毛中武9.2秒 此后 领先的郑鹏在比赛中一度滑倒 但是他还是很快地调整了过来 保持着自己的节奏 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完成了比赛 毛中武排名第二 杜天获得第四名 斩获银牌的运动员毛中武来自我省的大连庄和 这块银牌也是我省运动员在北京冬残奥会上获得的首枚银牌 赛后 毛中武说 他对自己的表现挺满意 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 祝贺毛中武